大家好我是小影 今天我們來做好吃的懶人燜飯 首先準備一斤大米 倒入清水清洗一下 清洗乾淨然後控干水分 再倒入沒過大米的清水 浸泡20分鐘 再準備半個胡蘿蔔 先切厚片 再切粗條 最後切成小碎丁 準備兩根臘腸 先切粗條 最後切成小碎丁 提前泡發好的香菇 先切粗條 再切成香菇丁 備用 再準備一個去皮的小土豆 先切厚片 再切粗條 最後切成土豆丁 切好之後裝入盤中 再把所有的配菜都加進來 放一盤備用 熱鍋放油 油熱之後放入蔥花 炒出香味 炒至蔥花微微花黃 再把所有的配菜都加進來 翻炒均勻 然後加一勺鹽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提色 再加適量的新鮮的玉米 翻炒均勻 炒至入味之後放一盤備油 再把大米和水一起倒入電飯鍋裡 用勺子鋪均勻 再加一勺香油提亮又增香 加一勺蠔油 再把所有的配菜都加進來 用勺子鋪均勻 然後加入清水 沒過大米1厘米左右 再把它放入電飯鍋裡 然後蓋上 打開煮飯功能 大概需要半個小時左右 電源跳的保溫鍵 就已經熟了 哇好香啊 香噴噴的燜飯就做好了 最後再撒點蔥花 攪拌均勻 做這麼一大鍋 菜和飯都有了 這樣做出來的米飯 連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歡 而且連菜都不用炒了 再做一個湯 晚餐就解決了 做法簡單 營養又美味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適合 不想炒菜的時候 來上這麼一鍋 也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大家好我是小瑩 秋天乾燥很多人沒有胃口吃飯 做飯也特別的麻煩 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 米飯特別好吃的懶人做法 不用炒菜 做出來孩子也不挑食了 特別的愛吃 首先根據自己家裡的人數 準備適量的大米 倒入清水浸泡30分鐘 再準備一個小碗 倒入兩個雞蛋 然後用筷子把雞蛋攪上 先放一盤備用 再切點配菜 準備一個去皮的胡蘿蔔 先切厚片 再切粗條 最後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後 裝入盤中備用 再準備一個去皮的土豆 先切厚片 再切出條 最後切成土豆丁 切好之後 裝入碗中備用 接下來準備兩根臘腸 我用的是管式臘腸 甜味的 切成滾刀塊 口感比較好 裝入碗中備用 現在我們的大米也泡的差不多了 把它清洗兩遍 清洗乾淨 清洗乾淨之後 把水倒掉 然後把大米倒入電飯鍋裡 再把雞蛋液慢慢倒入大米裡 再把切好的胡蘿蔔 土豆和臘腸全部都加進來 然後再加點孩子喜歡吃的豌豆裡 再加一勺生抽 一勺香油 一勺蠔油 然後加入適量的清水 水位剛好沒過菜就可以了 然後蓋上蓋子 摁下煮飯鍵煮熟 現在我們的米飯已經保溫了 保溫後不要馬上打開 再燜十分鐘 這樣煮出來的米飯更香 時間差不多了 哇 好香啊 這顏色也太誘人了 我們用勺子把它翻動一下 讓菜和飯融合在一起 這也太香了 口水都忍不住了 我們再把它盛出來 裝到小碗裡面 然後用勺子壓一壓 壓得結實一點 再用盤子把它倒扣出來 然後撒點蔥花 好看又好吃 米飯這樣做 簡單省事 好看又好吃 各種蔬菜搭配 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 不用炒不用燉 多吃兩碗也不會上火 孩子沒有胃口的時候 這樣做給他吃 他也特別的愛吃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 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營 今天我們用大米和土豆來做好吃的 首先準備一碗大米 倒入碗中 再加入清水清洗乾淨 然後控干水分 再加入能沒過大米的清水 浸泡20分鐘 然後倒入電飯鍋裡 再加入清水 清水的量能沒過獅子的第一個關節就可以 然後加一小勺白醋 白醋能使蒸出來的米飯不黏瓜 一小勺香油 香油能使蒸出來的米飯更加的光亮 而且更加的柔軟香甜 然後蓋上打開煮飯功能 再準備一到兩個土豆 先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再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土豆條 最後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小丁 切好之後放入清水裡 防止氧化變黑 再準備一個去皮的胡蘿蔔 先切成厚片 再切成粗條 最後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後裝入盤中 備用 再準備半個紅椒 先切絲 喜歡吃辣的也可以換成小米椒 再切成小碎丁 再準備適量的青椒 切成辣椒圈 切成辣椒圈 切好之後裝入碗中 備用 再準備適量的大蒜 切成蒜末 裝入碗中 備用 最後準備一塊有肥有瘦的豬肉 先切成小塊 切好之後放入絞肉機裡 攪成肉末 熱鍋放油 油熱之後加入肉末翻炒 把肉末炒上 炒至肉末微微花黃 再把蒜末也加進來 翻炒出蒜香味 再加一勺黃豆醬 一勺料酒去腥 翻炒均勻 炒出醬香味 再把土豆和胡蘿蔔也加進來 翻炒均勻 炒兩分鐘左右 再加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蠔油 適量的黑胡椒粉 翻炒均勻 翻炒至土豆上色 再加入一碗清水 然後蓋上 中小火煮10分鐘 這時候我們的米飯也已經蒸熟了 哇香噴噴的 把它攪動一下 然後蓋上再保溫10分鐘 我們的土豆也差不多了 再把青紅椒也加進來 翻炒均勻 再加一碗水澱粉 然後開大火收汁 煮至湯汁變粘稠 像這樣就可以了 哇真的是太香了 再把米飯盛出來 裝入小碗中 然後用力壓一壓 再扣上一個盤子 然後把它倒扣過來 再蓋上我們做好的土豆 美味的土豆肉末蓋膠飯就做好了 最後再撒點蔥花 香氣濃郁 土豆這樣做非常的軟麵入味 和米飯真的是絕配 再加上胡蘿蔔的清甜 真的是太香了 紅黃綠顏色也非常的漂亮 好吃又好看 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適合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就好看